這是我們現在所選的 我們在這個地方先跟店長要做一個單位 向美方爭取到八條潛艦的採購 有關於軍艦載台的建造部分 我們要顯示國內的確具有這樣的一個能力 我們就進行了針對潛艦的船殼的部分 裡面的壓力殼就是軟殼 我們將一條艦體把它拆成27段 我們在想做功課是比較難的 所以我們就選擇挑戰性最大的第四段跟第五段 這兩段的結合 我特別要跟院長跟各位長官報道 為什麼困難 是因為它剛剛好一個是圓錐體 一個是圓柱體 所以要將非常大的鋼板 所以我們除了將硬殼把它做起來以外 這是在台灣機械實驗 那麼現在更進一步的 將壓力殼的硬殼跟軟殼的部分 已經又做了一條你們的左手邊這一段 事實上院長看到這個龐然大物 它就是一個潛艦體面的非常完整的一段 那至於技術的內涵跟這個挑戰的難度 那事實上真正挑戰的部分 是在這個硬殼 因為這個硬殼不但它的這個強度高 而且它厚度比較厚 最重要的就是說它的增圓度 一個圓 不管是一個圓柱或是一個圓柱 最重要的是它的過程 所以在整個過程裡面 我們是想使得從開始鋼板的進料 到切割到放一個增圓度 在我右手邊就用這個圖 就是說我們 事實上 有把這個壓力殼做完之後 然後實際上 一共量個36碗 每一點它的增圓度的誤差在此側 然後量出來之後 再跟潛艦到它的一個基準 放一個誤差之內 我們這個人 在建造潛艦的時候 這個有關於 和威爾林這一方面的挑戰 全部都已經克服了